北市議員侯漢廷4月底不幸染疫 好不容易康復出關 如今又被病毒纏上身 看著快篩兩條線 侯漢廷頭上三條線 她說自己成為台灣唯一一位 重複確診的政治人物 而且症狀還比上次嚴重 喉嚨像是被刀割撫劈 根本不會因為感染過 就有無敵新興護體 而且她前一天還跟市長柯文哲 在議會有過面對面接觸 說著說著又咳到 要把肺液給噴出來 侯漢廷自認是照顧確診家人 才會二度被傳染 但指揮中心可不這麼認為 專人詳進一步說明 再次感染機率低 大多是陰陰洋洋反覆階段 只是這話被侯漢廷反酸一波 如果指揮中心也認為說 我在有新的症狀的狀態之下 也不是新的確診 然後也不用隔離 那我很樂意親自到指揮中心的記者會 跟大家來個愛的抱抱 但畢竟出現相關症狀 也不可能在外出爬爬燥 只是中央認定 二度確診的標準 跟現實情況似乎有些出入